嗨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水培这个官叶植物 这叫万年青 它的叶子特别漂亮 那我就把两根稍微细一点的 能放在玻璃瓶里的选出来 然后呢把那个底下的叶子拔掉 等到水培的过程中呢 还会掉一些叶子的 但是只要它根长出来了 它是还会长新叶的 所以我们多留几个叶子 到时候最后不知道会掉的剩多少 水培久了以后呢 它还会织繁叶茂的 那就放在阴凉地方吧 现在是水培了163天 朋友们看一下 叶子比之前还要鲜艳漂亮 而且白色的那个斑纹呢会更清晰 然后叶子掉了一些 这些叶子基本上都是新长出来的 咱们看一下它的根 特别漂亮 我把根的外面套了一个罩子 但是还是生了一些绿藻 那就是因为我那个罩子有套着的时候 露了一点阳光进来 如果包的比较密的话 应该是根部会更漂亮 不会有绿藻的 下次我就知道了 会注意这一点 咱们转过来看一下吧 现在它有五片叶子 之前有七片叶子 都掉的差不多了 长出来新的 这根太漂亮了 我经常会把包在外面的罩子打开来看 它叶子长得很慢 但根却特别快 这中间呢跟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完全没有换水 只有往里面填水 因为它已经习惯了原有瓶子里的水了 所以呢我就没把它全倒掉 就是它缺水了 我就把它倒满瓶 它的根一直往上面长 我就把水呢越来越高越来高 最后就倒到了瓶口顶部了 看这两个枝条 现在就是特别的好 咱们把水倒出来看看 它已经长在上面了 我本来想把它拔下来换个瓶子 但是没办法了 它已经长起来了 哪一天再看看找个大瓶子 把这个瓶子砸碎了 再把它换盆吧换瓶吧 好了朋友们 这个是可以净化空气的万年青植物 又可以赏根 如果在室内呢 就不用把它外面照起来根部了 就可以直接这样放 让它继续生长 如果放在室外树荫下 一定要照起来哟 我们再会啦